全球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上个星期扫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呢 其实除了扫墓 新营营 大家好像清明时节雨纷纷 这种心情在保育界还有另外一件大事 反而是我们应该要特别关注的 那就是紫班碟的迁徙 紫班碟的迁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 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墨西哥的帝王碟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紫班碟 那么紫班碟的迁徙到底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境 那么它到底牵涉到后面 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呢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这一段影片 满天飞舞的紫班碟 形成一条壮观的空中跌道 世界著名的越冬蝴蝶紫班碟 每年清明节前后 就会从高雄的茂林 大量往北迁徙 但飞越路线正好碰上高速公路 国道三号云林林内路段 许多紫班碟命丧轮下 蝴蝶上高速公路以后 最大的影响在大车产生的气旋 大车产生气旋 那如果这高度没有拉得很高的话 它从护栏一开始上来的话 就很容易被卷到气旋里面去 就造成Lokio的死亡因素 短短的100公尺的部分 我们就捡到了20几只的碟尸 为了减少紫班碟的死亡率 高工局从2007年开始实施 紫班碟运输计划 在紫班碟来之前 架设4公尺高的防护网 引导紫班碟飞高 越过行驶在国道车辆的高度 并且在紫班碟飞越流量 超过每分钟300之时 封闭外侧车道 以及管制降低车速 大幅减少了紫班碟的死亡数量 在96年的时候 它的这个道路致死率 是3%到4%左右 那一直到去年100年的时候 它的致死率已经降到 千分之2.25了 所以它的成效是很明显的 这样的国道互蝶措施 成了世界生态保育的创举 虽然让道的保护措施 多多少少会造成用路人的不便 但民众的配合 不但为台湾 赢得世界保育的赞许 也让人与生物 达到和平共处的理想 是不是很可爱的蝴蝶呢 那么这样子一个狼道叫什么 就叫做生态狼道 生态狼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今天我们在节目 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陈张波 陈教授 他是我们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室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这个张佳龙 张佳龙是我们这个茂林 就是子班别保育协会的一个研究员 那么他现在目前也在台大年研究生 对 主持人还有老师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看了这么漂亮的子班别 我想佳龙是专家 佳龙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子班别 那他的特性是什么 子班别他第一个最大的特色 当然就是他的翅膀 是很漂亮的紫色 而且这个紫色是会变化颜色的 我们叫做物理色 是幻色 就是你可能从你的角度看是黑色 可是从我的角度看是紫色 从老师的这个角度看是蓝色 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一种幻光幻色 是一种很特别的颜色 然后他上面会有很多斑点 所以叫子班别 那在台湾呢 原来已经有第五种 有五种子班别 那第五种已经绝种了 所以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我们只能介绍 现在有的这四种 那这四种子班别有 小子 狮氏 端子 元翅 那这四种子班别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态习性 就是像候鸟一样 冬天的时候会飞到南部去越冬 到了春天就跟燕子一样 在往北 然后分散到全台湾各地去繁殖 所以说这四种子班别呢 他在你在全台湾都可以看得到 那他也蛮好认的 只要你注意 他的前翅中间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一支是小子班别 前面没有 中间没有点对不对 但是他在另外一面 负面有一点 所以那叫做一点 小子点一点 然后接着是原刺中间有一个点吧 前刺中间 对 这里有一个点 负面也会有一个点 所以前后两个算变成是两边 对 所以是原刺两边点 原刺两边点 然后第三个是私事子班别 背面虽然没有点 可是负面它有三个点 所以叫做私事有三点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名字是我们义工去取的 因为它为了教学方便 所以他们看到这一支的时候 就有点傻眼 这个点 上不出来很多 上不出来很多点 上不出来很多点 所以他们干脆就叫它 端子乱乱点 所以我们总共有四种子班别 目前在台湾 而且它们是冬天的时候 会越冬的 那一般的蝴蝶 刚才这个嘉隆也跟我们分享 一般蝴蝶不是这样子 一般的蝴蝶到了冬天 就会死掉 一般蝴蝶寿命 大概只有一个月 可是子班别 因为它有特殊的月冬生态 所以它可以活超过半年以上 所以它冬天不会死掉 就像候鸟一样 所以有这么大规模的月冬现象 一个就是墨西哥 一个就是我们台湾 全世界就是这两个地方 目前是大家所知道 比较大规模的 当然另外在 比如说在其他地区 像香港 香港还有泰国 它也有子班别 可是它群聚的数量就很少 就没有台湾这么多 帽林 紫班别的故乡 这里是中央山脉的最后一道屏障 放眼望去 竟是绵延秀丽的山林 和驱流纵谷所形成的壮丽景观 这样优越的条件 孕育了台湾最多的子蝶幽谷 但是它们是怎么样迁徙的 也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所以这个蝴蝶它 因为它有特殊的月冬现象 就是在北回归 县以南的地方月冬 所以它到了春天的时候 它如果留在南部 那边的叶子可能都会被吃光 所以它必须要做一些移动 或是迁徙 所以最主要的一个方向性 就是它主要会往北 所以天气越来越暖了 然后一直开始往北了 它会做 然后沿着一些 比较低海拔的山区 或是河谷 是 纵向的河谷 或是一些爱口 就是所谓的崖口的地形 走捷径 也就是走所谓最短路径 那因为这个最短路径 到了林内以后 它刚好是走阿里山山脉的最末端 林内这个地方 那它跟八卦山那边是最近的 所以说蝴蝶 它就必须要通过这个瓶颈 那国道呢 就 国道三号 林内段就在这边 跟蝴蝶有碰撞的情况 那最后它会到苗栗竹南 有一个繁殖地去做繁殖 当然接着全台湾都会有直斑蝶 蝶到在通过林内乡触口段 穿越清水溪前往八卦山脉时 由于地形的限制 与国道三号发生冲突 乘群的紫斑蝶 由出口山区起飞 准备飞越高速公路时 由于高架桥的阻隔 必须提升飞行高度 以穿越国道 但爬升的高度 若紧贴近桥面飞行 容易遭到外侧车道 所产生的气流干扰 或直接撞击 造成紫斑蝶的伤亡 其实是他先有他自己的蝴蝶高速公路之后 我们才有国道三号高速公路 对 真的是先有跌到才有 先有跌到才有人到 人走的这个道路 所以 那我们碰到之后那怎么办呢 好像道路也必须要开 开到那里碰到了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那就是说那时候其实 我们刚刚在影片中有看过 就是说在人类的努力下 本来是百分之三左右的蝴蝶 都会被车撞死 现在的话就是说 高架桥那边有做了一个 比货车还要高的 这个绿色的护栏 所以说蝴蝶它飞过去的时候 它的高度是比货车还要高的 那还是会有发生这个 就是上网的状况 现在就是千分之三 你们还算得出来 陈教授 刚刚我们这样谈 因为基本上 当然我们是先请加龙 关心整个这个 等于说是蝴蝶狼道的 生态狼道的其中一种 那么这里面所引发的一种 这个思维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刚刚自己听了 我是还是觉得蛮难过 好像我们为了要开发 结果把人家原来有的路 撞断了之后 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些 补救的措施 是不是在这方面 教授可不可以跟我们 稍微谈一下 这个当我们使用了一块 我们如果能够想得远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去避免它 那这个来讲 就叫做土地伦理 土地伦理 就是使用土地的时候 能够兼顾到其他 原有动植物的生命 生存权 那如果当时规划的时候 不知道这里是它的叠道 那当然就这个所谓的 就舒服掉了 那事后发现了 那就赶紧要补救它 人只要能够真的是 让它能够勇气地存在 是 是 是 那借用这个机会 我们把人对这个蝴蝶 更加地了解 然后让大家来花挥爱心 然后来学会 那是己一反三 重点是己一反三 己一反三 非常感谢陈教授 刚才在提醒我们 不是只有讲到蝴蝶 是动植物 还有教授一直在提醒我们的 一种土地伦理 所以除了所谓的这样空中的 这样子的蝴蝶狼道之外呢 生态狼道其实也包含了 我们在路上的一些生态狼道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这支影片 为了交通方便 为了观光 人类造了条条的水泥马路 但对不知道 怎么过马路的生物而言 只有这个下场 用脖整体啊 刚好压到肚子了 压到了吗 对啊 压到肚子了 刚后腿已经没到洞了 没有感觉 胸部这边已经破一个洞了 这个已经很难救了 伤口太严重了 路上如果仔细看 会有很多被压死的动物 虽然可能是无心之过 但人类已自身为出发点的各种拍发 一不小心就成了公路杀手 还好随着生态保育的抬头 现在有人这么做 高速公路的行件 有可能造成这些野生动物 它棲地的环境受到阻隔 那所以说我们想说 看看可不可能 借有一些通道来帮助他们 能够完成他们的逆食啦 求偶啦 或者说让他们的族群 不要被我们这个路来阻隔 从方便人类的角度 转而站在动物生态一方着想 郭道三号白河公屋段 因为时常发现白鼻心的尸体 因此特别在马路开辟了一条 专门给动物走的地下生态狼道 降低动物的死亡率 也给驾驶多一分保障 让公共工程与生态之间 取得一个新的平衡点 我想先请教一下陈教授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生态狼道 生态狼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是不是等一下我们举个例子 跟我们解释一下 事实上任何的动物呢 它跟我们人一样 都是隐食难以安全 它都会迁移嘛 是 那它会按照它的习性 所以你看看老鼠呢 一定是沿着墙角在那边走 它不会在大的马路上就是走过去 那我们就利用它的特征 就是它生态上面要的基地 我们把它做好给它 那就对了 所以你每一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动物 它的生活史是什么样 它的每一个生活史的基地 稀球是什么 那根据那个来做 陈教授那个时候 投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在绿岛 那那个时候也 这个大家很关心 这个野子蟹是不是 对 那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境 是用什么样的理念 照刚才这个陈教授所说的 去给它设置一种什么样的朗道 第一个野子蟹它是保育裂 因为人多了 所以就开始有伤害 尤其是游客多了 那骑摩托车 所以就造成伤害 所以就想说 立岛做生态理由是一个 光光必然要的 是… 那这种动物也是要保护的 所以我们怎么在这个之间 得到一个全盈的策略 是 所以就开始来研究 这还是一般的寒管吗 它就是因为在下面爬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马路 是 那我们就把它… 所以马路在上面 把它挖开来,弄寒管 这本来就是它原来的 迁徙的路 这本来就是在迁徙的路 是… 它的生活史是比较需要一个残卵 像这样的 残卵以后,它要到海里去洗卵 洗了乱以后就有这种小个地 长大了以后,它再…又删到山上去 那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 山踩在左的个地 是… 那我们做了马路 所以就把它阻隔了 那我们就依照它的习性 然后挖一个寒洞给它走 那么这个寒洞做的过程中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我们下面还要铺一些沙草等等的 铺一些沙子 让它感觉到是它自然的走的痕迹 它就在上面走就是原来的生态 走的地方就对了 那做的时候效果就很好 但是这个效果怎么一个持续呢 当然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做一些教育 所以就要有这个职业 让这些小孩子等等来做这个宣导 那除了这个我们做的 我们也利用当地的港 那么这个当地是有一个移港 这个移港旁边有这个排水沟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 让它进到海里头去 也让它进到上面来 就让它从这边这样子爬上来 对 就是 那这上的过程中 有几个很有趣的问题是 你怎么让它避免在这个马路上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边缘 这个导引它 让它不要跑到马路上面去 让它跑到这边来 可是到了这边的时候 又产生一个很麻烦 这个下去的时候 本来的排水沟很光滑的 所以要贴 要把它弄得比较粗糙 所以下去一上来就比较方便 那这个就是我们利用它的生活习性 然后再做一些它可以很方便的 符合于它的生态 希求的气底 是 对 感恩陈教授这样解 我们比较清楚 江龙 当时你们在设计 这个子班碟的这个廊道的时候 对 是不是有考虑到同样的 这样子的一种思维 当时的思维的模式是什么 考虑到哪些因素要怎么去设置 第一个是高度 高度就是比获车还要高 但是你也不能太高 因为太高就变成一个障碍了 在地理上形成一个障碍 太高以后它会绕到 可能绕到 会绕到 是 它会绕到 那它一绕到 你反而造成瓶颈效应 造成更大的伤害 因为它一绕到可能更集中了 它可能往北往南 然后再绕过 那伤亡更大 所以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要做多长、多高 才不会形成子班碟的视觉障碍 变成它要绕到 还有行车安全 就是你如果这个网子 做太高的话 它可能会倒下来 工太强会倒下来 人也伤亡到了 其实当时还是说 大家有一种心情 可能在大量过的时候 要管制外车车 对 那这样是不是 用户人他心里是怎么样 是不是我们呼吁一下 万一真的我们的 观众朋友碰到的时候 要用什么样的心情 来看这一段 我觉得就是用 我常常在讲 就是一个王者的风范 因为你人类 人类你是 你可以说 这条道路是你掌管的 你是王 那有比你弱小的生命 要经过的时候 你要让一条路给他过 让他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管制措施 其实是我们已经… 我们只是做了最小的事情而已 其实我们应该要那段时间 应该那段路封闭 然后绕道而行 是,按照家伦的讲法 应该是他们优先先走 不过我看很多人给你看 因为他的时间很短 要前营 每个人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他就不会起那么多的气流 是 那气流不会起伤的话 他过去就不会被他导引进来 老师讲,这个是非常… 就是说在技术上 我们有尊重 所以我们就速度慢下来 然后也用这个时段来想想看 如果别人不尊重你的话 你会有什么感觉 其实老师现在讲的是真重点 将心比心 是 他跟我们都是同样的生命 那像我们的阳明山 他做的国家公园 他就做很彻底的做了这些研究 这一大片 静静盘踞在山里的绿色网子 是动物诱导网 他像导呼妈妈一样 引导着动物们 安全的前进方向 想穿过马路的动物 大多会被拦阻 然后顺着网子 一路到达寒洞路口 而黑暗的通道可以让动物感到安全 如果你试着把自己想象成爬虫类 就会发现 弹洞底部特地设计成 可以增加阻力的粗糙表面 是一个贴心的设计 生态廊道的建设 就如同人类的地下道一样 可以避免车子的干扰 这条通道 重新串联起动物粮狼和漆地 许多生命在里面来回的流通着 为了符合动物们不同的需求 生态廊道还有许多特别的设计 用原木架起通道 让动物可以借由诱导网跨越西沟 生态廊道究竟对动物的通过 有没有帮助呢 杨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 透过持续的监测 一一记录生命的流动 他就做很彻底的做了这些研究 因为他的杨明山的国家公园的 责任之一就是做保育 那他做了以后呢 大家就这么说 真的是我们可以因为 懂得动物的欺利需求 我们就可以改善我们的马路 做一些隧道或者是一个边坡等等的 那他们就可以很安全的通过 我们非常感谢陈教授 那那个我知道这个 加龙是比较是研究小昆虫 对 我们说大象过马路我会让他 可是那小昆虫好像看不到 那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尊重跟态度 我想加龙会比较有深的感触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我们在一种所谓的观光心态 或者真的是人类发展必需要有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是小题大做吧 要把我们认为很平常的事情 把它放 我们把它都很重视 那你会发现其实 这些很平常的东西 其实它就是台湾很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只是我们都把它忽略掉了 那是不是陈老师 也最后跟我们呼吁一下 这个小题大做实际上是 你很静心地静下心 来了解到台湾生命的特色 台湾地是怎么形成的 除了人之外 还有那么多的动植物 那这些你静心地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跟你完全一模一样 它也有生存权 是 那我们就应该照顾它 是 那它的环境前 我们也应该照顾它 是 我们从两位这么关心 我们这块土地的这个 特别来宾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种大爱 这种大爱 我们曾经讲 走路都怕地会痛 更何况是万物呢 那么用这样子一种爱的心情 把我们这块土地连接起来 那一定是一个爱的报道 非常感恩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今夜说新闻 我们明镜见